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早上会考虑改发三号讯号 尖沙坠海旁一带夜晚风势逐渐增强 天文台夜晚9点左右发出一号戒备讯号 天文台预料温比亚向西北移动 而向广东西部到海南岛一带 未来早上会考虑改发三号讯号 天气会转叉 按照现在的路径考虑改发三号行风讯号 受到温比亚的影响 早上在夜间走后会逐渐增多 预计到星期二 仍然有狂风骚雨 到今个星期中期 报分时间有阳光 母线电视机者刘俊安部导 筹办兴回归活动的团体说 会视乎天气情况 是否需要有特别安排 而占领中环行动发起人强调 没有打算游行之后占领中环 七日天气情况未明 计划在天马公园 举办兴回归活动的团体说 如果有任何变化 会透过传媒向外公布 黑球就要取消 如果其他和风、小鱼 只是风都没什么需要取消 只是风的意思 爆风也不取消 即是类似 爆风还不取消 你真是否搞错 到时我们透过传媒 就会公布出去 已经有一个安排 发起七一游行的民阵就说 如果直至中午十二点半 八号或以上讯号 以及黑色暴雨警告仍然生效 游行会押后到七月七号举行 今年七一游行口号里面 包括占领中环 促势待发 占中发起人就强调 没有打算游行之后就占领中环 已经有很多市民误会了 我们今年会和平占中的 我们只希望在最大的果效的时候 才去做这件事情 令到整个社会比较理解 我们争取些什么 还有我们已经付出了这么大忍耐 进行商讨 甚至可能将来正多谈判之后 都没有好结果 我相信那时候才是最有效果去做 所以我们只希望 不要做一些无谓的牺牲 他们游行期间 会在湾仔港铁站外面 摆放街站 收集市民对行动的意见 同时为行动筹款 无线电视机者 龙慧玉报道 民阵今天发起七一游行 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说 特区政府不会估算 会有多少人出来游行 又说管治团队不会退缩继续工作 而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梁就说 新政府政治能量捉襟建爪 因为普选又助提高政府应受性 如果日后行政长官可以有政党背景 也有助解决管治团队 将军务堆填区扩建部款申请 政府在议会上不够支持 临阵撤回 新加东北发展计划被民众质疑 最终需要作大幅修订 国民教育也因为大规模反对 各自收场 张炳梁承认 新政府推动政策的政治能量低 我觉得现在整个政府的政治能量 是捉襟建爪的 因为我们面对的矛盾是很庞大 我们那个认受性基础 民众对政府种种的怀疑 或者信任度有时高有时低 这些都是一个存在的问题 张炳梁认为 普选有助提高政府的认受性 但是怎样去理讯行政立法关系 是解决管治困局的另一个关键 我觉得到今天香港来说 普选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无可避免 这样才能够令到所谓认受性 是能够充分被肯定 我们香港都已经走到一个 政党政治的议会 所以行政长官和议会的政党 是不能有关系的 如果你说行政长官是来自政党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很正常的 在长远来说应该是这样的 对于七一游行 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说 特区官员不会估算游行的人数 无论出来的朋友多还是少 我们一定会虚心聆听 大家表达不同的诉求 以及大家的需要在哪里 今届我们的工作展开 大家都看到有相当的难度 中间有种种原因 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绝对不会退缩 我们不会气馁 陈茂波说政府的工作难以面面俱原 但是会继续努力 无线电视记者林志豪报道 特首梁振英发表网誌 提到今年7月1号 在SIPA颁布10周年 梁振英在网誌指出 SIPA为本港多个行业 提供难得的就业和投资机遇 不少国家锐意到中国分一杯羹 对于香港得到这些优惠政策 都羡慕不离 而内地现在已经成为香港的专业 和其他服务业的最大海外市场 特区政府公布今年售分名单 一共有337人获售分 4个人获颁最高荣誉的大智经分赞 香港回归以来第16份售分名单 获颁大智经分赞的分别有 中审法院常任法官陈绍海 中审法院非常任法官梅思言 94岁的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 悉国光法师 他是受分名单里最年长的 还有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谭慧珠 划斑金子经声章的有9人 包括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 讲座教授周永生 前行政会议成员杨敏德 五届西贡区议会主席吴士福 前中院非常任法官暴人纳 去年特首竞选时 有份提名唐英年的立法会议员石礼谦 还有原名陈淑良的粤剧名领白雪仙等等 23个获班人紫经声章的人士 包括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远辉 戏剧家钟景辉 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通讯局主席何沛谦 去年表态支持推行国教的民主党成员迪志远 和单车运动员黄金宝等等 同志经声章就有56个人获班 包括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卿 香港小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叶泳斯 另外有61个参与南亚岛海南救援的人员 获班行政长官服务奖状 黎品柱说班寿典礼初步定在10月举行 由行政长官梁振英主持 无线电视记者李子琪报导 英国首相卡梅伦访问巴基斯坦 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会面 商讨阿富汗局势 两个人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会谈 卡梅伦说会与巴基斯坦一同 对抗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活动 又说欢迎巴基斯坦 愿意协助阿富汗与塔利班组织展开和谈 谢里夫就承诺会推动阿富汗恢复稳定局面 给300多万名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 可以尽早回国 而在两岗会面之前 巴基斯坦西北部就发生汽车炸弹爆炸 造成最少16人死亡40多人受伤 埃及总统穆以西上台一周年 反政府示威者号召 居行全国大规模示威要求穆以西下台 穆以西就强调政府获多个政党支持 数以千计示威者包围开落解放广场 他们高叫口号 要求未能兑现竞选承诺的总统穆以西下台 警方派出直升机在上空盘船 以防爆发暴力冲突 而在总统棺底外面 以民众扎刑准备作长期抗争 官方派出坦克